你自己安排的投手有時候身體的狀況不理想 可是就是要開始就是趕快 牛捧球要開始啟動 這個球打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落地的平配安打 賽列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了 陳江和結果在滿球數的情況之下 這個半局被打的第二次的安打又要掉分 2比1目前球技相對是超前的比數 我一個大曲球 拐得近了 陳江好像早就在準備這個變化球的攻擊 所以那個身體的平衡感保持得很棒